咱们呢刚刚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正德啊 他只能判到163的 126的QQ的几没有的他都判得不了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咱们要再去学其他的正德了 学其他正德 那么回到 我清一下屏幕回到这边来 回到这边来 那么接着讲 如果我有一个地址 让你去判了一下的 这个邮箱地址的话 有个正德判了一些邮箱地址的话 我这个正德应该怎么写了 我接下来去求就是咱刚刚写的那个 只不过呢 加了一些要求 只不过加了一些要求 比方说小A杠小Z 大A杠大Z 0杠9 下了解 那么有多少个呢 大括号快起来 4多号20个 然后后面写三个爱的符号 咱们刚刚那个正德爱的符号 接下来一个163反歇杠点抗 请问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到了符 是不是请问刚刚是这么写的吧 既然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使用的邮箱 比方说老王 at163.com 你刚刚这个呢 其实能够匹配出来的 如果你想举它里边的纸呢 你就紧接着group 紧接着group 咱们只是为了简洁起见 为了验证则嘛 所以说呢 咱们先把match match写上 然后接下来 咱又是写了group 对吧 正确的写法在你的程序里边是 先用match来去匹配 看一看是否有反汇值 有反汇值呢 再去调用group 否则呢 旺盾就会让你的程序产生异常 要注意了 那么我家的需求呢 就是不仅判了163 判了126 还判了qq 怎么写呢 他们写上一个树杠 写上一个126 好了 看着 首先判断一下163的 没问题 但是你没发现 取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没发现到了老王 这163就结束了 说没有dacom 没有dacom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嘴角 你的这个树杠很尴尬 尴尬在哪呢 这个树杠 其实就和咱们python里边的 oh是一个作用 记得懂了吗 就是或者的意思 那么很尴尬又在哪呢 你咋知道是163 或上126 你为什么不说是前面这一坨 或者后面这坨呢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就很尴尬 就尴尬在这了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你验证一下 如果我接下来来上一个126.com 你发现也成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正德表达式里边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这个如果符合正德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 这个要么符合正德也可以 听懂了吧 就是说你输入了一个数据 你要么是这个 或者这个 那都符合规范 那么最终呢 你写这个126 126.com说 前面符合规范吗 前面符合126.com 符合规范吗 不符合 后边符合吧 后边是符合的呀 你at163 12 就是126.com 后面就没有东西了 126.com 后面没有东西了 正好符合 所以说 数杠 就是咱们python里边那个 哦 只不过它的范围太宽广了 你写上数杠 数杠整个前面东西 和数杠整个后面东西 是不是分为两部分了吧 那么我仅仅是想让126和163分为两部分 那又应该怎么做 括号 对很简单 括号 你加了这个括号 不需要你的字符串里面去按括号 仅仅是用来特殊功能的 我限定了这个数杠 或者的意思 限定了是163 或者是126 这个时候 我再用一下这个126了 那就挂了 对吧 我这个时候再回到 我正确的那个126流 意思 老王 at126 可以 来 老王 at163 前面是不是也可以了吧 那所以说呢 如果你把常用的邮箱 都写在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常用的邮箱就盘到了 什么gmail foxmail google 还有什么邮箱 qq 对 qq 还有什么 iq的 iCloud iCloud 你说的 你苹果的 是吧 也可以 对 也可以 好的 那在这个地方 就随你了 你公司想要让什么呢 邮箱通过判断 你这个地方就写什么 懂我意思了吧 你想通过什么呢 就写什么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 树杠 在咱们这个程序里边 就相当于呢 树杠左边的和右边的 比方是任意 左边程度或者右边程度都可以 为了限定它的范围 咱们刚刚是不是加了个小括号呀 什么 加了个小括号的时候 其实这个小括号还有一个功能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 还有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可以单独取出小括号里边的这个值来 打个比方呢 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的老大 小王你写的这个证则能不能匹配出这个咱们要求的邮箱来 我说老大可以 然后呢 我的老大又说这样 小王你把这个邮箱要是通过咱们的规范之后呢 你把它是163还是126还是QQ还是什么什么 你把它那个东西给它弄出来 咱们统计统计 到底用户用的哪一个多 你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我在正则表达式匹配成功的前提下 如果想单独取出某一部分数据来 那么你就把那一部分数据的两边加上小括号 那么将来在这个正则表达式通过的情况下 那么我可以单独取这个括号里边的值 而不是取整体的值 能听懂我说什么意思吗 如果我要是直接用group 大托妈来看这 是不是整个全取出来了吧 但是如果我要是用group1 你看取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163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括号里边 不管正则表达式里边有没有小括号 你都可以用group 只要正则表达式成功 你都可以用group来取 如果你想取某一部分独特的数据 那么你可以加上括号 加上括号的时候 只要正则的PP成功 我接下来可以group写上1来去取 那问题就来了 我接下来我还想取 爱的符号前面的东西 怎么做 你告诉我怎么做 爱的符号前面的东西 我也想取怎么做 在哪家 你想取谁啊 我想取这 我正则表达式的结果 听懂了吗 这个正则表达式 结果是谁 我就把谁取出来 怎么做呢 括号把它括起来 括号把它括起来 好了他们们 我此时我再用group1会取的谁 为什么取的是这个呢 那我想取那个怎么办 你猜猜我抢那个怎么办 你听懂我一下了吧 如果我再写个3怎么办 为什么崩了 你没有你哪里的东西啊 你说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默认一般都可以用group 如果你想取第一个括号里的东西 写一 想取第二个括号里的东西 写二 如果里边一共就有两对括号 你写上一个3 必挂无疑 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就是真实的一个需求 这是百分之百的 等到咱们在后面再去学 咱们自己做一个框架的时候 就通过吗 你们有可能现在不知道 咱们再会过一些 过一段时间 咱们再会在后面 自己做一个框架 即浏览器 防卫咱自己拍摄写的程序 能够实现 那么将来到时候呢 咱就会自然而然的 就会用着正德 到时候咱们就会应用 百分之百要应用 放在咱们的程序里面去 那么据我这天 我在升级那个框架的时候 就遇到了个问题 什么呢 我想判断判断 用户访问的是否是哪 是否是哪一个网址 那打个比方 我的网址是 假如说我的网址是 sttp 冒号 斜杠斜杠 是吗 3w. 等等等等等等 点看 斜杠下的index.html 那么将来咱就会判断 用户浏览器里面访问的 是否是这个 符合这个邮箱 符合这个正德 如果是这个正德 我就把这个名取出来 请问他们 是不是就用到咱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用小货给他挂起来 首先你让正德来通过这个 是的 通过之后 我只要在正德里面 把匹配这一套东西的地方 给他用小货挂起来 是不是这样我单独能取 取出来之后 我可以单独处理 掉一个函数都可以了 好了 这是他 这是我刚刚说 这个题外话 题外话 好的 加个小括号 这可以了 那么咱们就把小括号的方式 称之为分主 听懂了吗 我可以取这个分主里面的值 我也可以取这个分主里面的值 并不是你正德里面 写的小括号里面内容 而是你小括号里面的东西 匹配成功之后那个值 听懂了吗 你这个正德 匹配出来的是这个 没错吧 OK 又因为你在这个正德的 这个部分的两边 加上了一对小括号 那么对中 你这个正德匹配出来的是什么 接下来你的group1 就取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老王 能列个意思啊 好了 这就叫做分主 那么分主 还有另外一种应用通话 咱们接下来 只是当作一个了解 到当一个了解 那么 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我接下来一个字符帅 注意看 看哈啰 一个字符帅 HTML 下方线STR 等于 比方说 H1 H1 然后里边有个 斜杠 H1 这里边有个东西呢 比方说 有个什么呢 哈哈哈哈 那么将来 这一拨的东西 就是咱们会在下一个阶段 要学到前端的内容 什么意思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写个最简单的网页 你看看网页怎么写啊 双击 Sable 你在这里边 先把这个我先找个地方保存 比方说叫 Test.html 然后呢 我在这里边写个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写个H1 写个 写杠 H1 他都不去 我写个 哈哈哈哈 好了 保存 看一下 我的桌面上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 Test.html 这个文件名叫什么 无所谓 你只要保证里边的数据是这样的 而例子是这样的 接下来 你双击 你看 双击打开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没问题吧 那么 前端 你看着这样的页面 看着更炫的页面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就是用这样的标签做出来的 就是用这样的标签做出来了 那么像昨天咱们提取的那个 网站里边 是不是有个图片的网址呀 实际上就是你看见的那个东西 都是St.html标签 这就叫做标签 标签呢 很多的标 就是H1叫做标签 H1这样的标签 有很多情况下都是配对的 也有一些的不是配对的 我记下来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写一个证则 我写一个证则 来判断判断用户 刚刚输入的数据 是否是正确的一对标签 决定的 前面兼顾号里边写上H1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 就是斜杠H1 前面这个地方是H2 这个地方就是H2 听到我意思了吗 我判断判断此时 他们是否是配对的 怎么做呢 好了 回车 这是一个变量 定义了 RE.match 写上R 双引号 St.mail 这个贴宝剑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只是放在这了吧 就看你的证则怎么写 好了 怎么写证则呢 一对标签号 里边是什么呢 是啥呀 说来更简单之外一点 如果咱们只是假如说 咱们来上一个反系个W的话 这意味着啥呀 任意一个了吧 有多少个任意一个 这样的东西了 可以有多个 没问题吧 好了 你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又是反系个W 或者说是点吧 点星都行 请问这一个是啥呀 这一个用来匹配这个 是吧 点星 是不是用来匹配这一团呀 那么接下来再写上一对这个东西 写上一个斜杠 那么这个地方反系个W 加这个星 请问可以吧 来321看看 能不能匹配出来呢 能有结果 那么点group咱们看能不能取出来 这一团匹配了这个 点星匹配了这一团 这一团匹配了这个 没问题吧 就是监管号没有特殊功能 监管号没有特殊功能 这个叫斜杠 也没有特殊功能 那么这个和它匹配 这个斜杠和它匹配 后边的粉身个W 星 是不是这里边 你爱有多少个 是不是都可以吧 那么最后的这个监管号 是不是和这个监管号 匹配了 没问题 这可以 但是我不小心 写错了 写错了什么呢 我把这个grammar 换成了一次 请问这还是叫一对吗 这就不叫一对 这就是错的标签 那么将来 我再去用这个grammar 请问 所以我也认为是对的吧 那这就说明了 你这正得不行 现在有什么需求 我这个地方是什么 按理说这个地方是什么 没错了 但是现在你写的这个正得是 这个地方s什么是什么 和这个s什么是什么 之间什么没有认同关联的吧 那么想让他们之间 有一定的关联怎么办呢 在正得表达室里边 可以应用分数 可以应用分数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 你把这个括号 把它括起来 请问意味着啥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反向 跟W咱们PB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相当于已经在 这个分数里边了吧 我这个地方不是想要取这个分数里边的这个值吗 那么接下来你就写这个反鞋杠 一 来 那么接下来 我要走一遍 你们发现此次就挂了吧 咱们再来那个正确的 咱再走一遍 来那个正确了 这是正确的那个 咱再走一遍 可以不通吧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这个我加上括号 加与不加都行 因为咱们说了 加的就是分数 你想取就取 不取是不是就拉倒了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么但是我想这个反鞋杠一 有啥意思 反鞋杠一我只能换行 是吧 反鞋杠一我只能贴包件 那反鞋杠一啥意思呢 在正德表达室里边 如果我这个地方这个值 想要取的是这个分数里边的值 又因为这个分数是第一个分数 那么我这个地方就写反鞋杠一 就是取的是这个里边的值 听懂了吗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是先配对吗 这个不是先配对吗 好了 拿着这个 听闻他们 是不是和他配对了吗 一配对成功 那么这个点心 不是和他配对不是也成功了吗 好了 我接下来 尖括号斜杠 尖括号斜杠 接下来又遇到了一个反鞋杠一 反鞋杠一意味着什么呢 正德表达是前面的第一组分数 听读里边的值是谁 我这个地方必须是谁 请问我刚刚PB出来是不是H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必须是H1 请问是H1了吧 所以说他成功 那另外一个意思了吧 所以说呢 像这种情况下 咱就用到了H1 这么 咱们举个例子吧 如果我带来一堆呢 会怎么样 带来一堆会怎么样 来 来看着 我在这个地方呢 又加了个东西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 加了个东西 加了个body 加了个body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加上了一堆标签 叫做body 斜杠body 就是学前段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body了 这个时候你也不用关心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有两对的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写什么样的正德 来匹配两对的呢 请问这一个 这个是PP的是谁 是不是PP的是body 那么接下来按着说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反这个W星是不是这个是不是PP的是他了吧 后边是不是点星是不是PP的是这坨 这个是PP这个 然后还有一坨是PP这个了吧 来 那么我在写上一对建国号斜杠反斜杠2 那么把这坨的块给它块起来啊 没错吧 好好看看有没有错 有错 有错 这一对是不是和这一对相当 这一对是不是和这一对相当 你是第一组分组 这个是不是应该写反正个1啊 你是第二个分组 这个地方是不是写反正个2啊 你能懂我一分了吗 所以说这个百分之百是挂的 但是接下来咱们把它给成谁呢 反写个1 这个地方给成反正个2 大家看 是不是又是对的了吧 能提会出来这个分组的特点了吧 就是我要么取出来也行 你就像咱们刚刚所说的 你就取那个163那个 我要么接下来 我在正泽表达室里边 还用到他里边的词 是不是都可以啊 这其实就是分组 这就是分组 这么说能理解了什么 那么关于这个分组呀 随着括号的越来越多 他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有点数字 是第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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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可能数错呀 那么如果要是给他 起这个变量名的话 那么将来不就简单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在分组里边 直接用括号括起来 这句分组 我为了更好的 更清晰的知道 这是第几个分组 我可以给分组起个名的 这个当中了解 这个不重要 给他起个名的 怎么起的呢 你原来不是自己写的 这个括号吗 OK 那么你现在写括号的时候 想要再托 问号大批 间括号里边写上一个名的 你这个名的爱叫谁叫谁 就是叫个名就行了 那么你将来要判断这个东西 比方说此次的AB 你可以放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个和这个之间 听懂了吗 放到他们俩之间就行了 那么将来我要是取的时候 就不要用反向个一了 有什么呢 问号大批等于你这个名 那么将来就能取出来 好了 咱们看一下实例 那么我还可以怎么用呢 我这个位置啊 我呢 给他起个名 怎么起个名呢 来 刚刚咱们说过来个什么呢 问号大批 一个建括号 这里边是不是起个名了 对吧 对吧 比方说起个名 P1 假如说我叫P1 就你叫什么都可以 我在建括号里起个P1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个分读要取的值 还是这图 但是呢 我给这个分读起了个名 这个分读的名字叫P1 听懂了吧 那么将来 我再给他起上一个名字 来上一个大问号 来个大批 来个假如说叫P2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不用反斜杆2了 也不用反斜杆1了 用什么呢 名字就行了 一对大括号 一个大问号 大批 等于谁呢 P1 这个大问 一个大括号 一个大问号 一个大批 等于谁呢 P2 可以吧 同学们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 当中了解 能用反斜杆1 同学们 是我 我百分之百 你打死我 我也会用反斜杆1的 但是如果是 你的括号 你的分组 很多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这种时候 其实写起来 是不是更具有这个特点 我取的谁很明确 那么这种时候 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方式 咱们这个课界上 背后其实也有 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说了一下子 对吧 我给你起个名 对吧 我在这个地方 给你这个分组起个名 我想用这个分组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大问号 大批 等于你这个分组的名字 就可以了 能力为止了吧 这个当作了解 一般反显和一反显就够用了 一般反显和一反显就够用了 不用整这么复杂的东西 当作了解就行了 当作了解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咱们正德里边这个分组 以及速杠 以及怎么去取分组里边值 是不是都说了不通吧 接下来 把五分钟的时间呢 离一下我刚刚所说的东西